我想教大家 譬如說 一部Tablet 就是平板電腦 譬如說 你想將整個平板電腦 轉成中文版 其實是可以的 首先每一部機內 都有這些設定 這些設定 其實你可以變的 先按這個設定 當你進入裡面之後 你會見到全部這些 這些設定 其實就要選擇 究竟你需要些什麼 因為我就是想把 整部平板電腦 變成中文 首先你一定要進入 所謂的language 和input 當你按了它之後 你看到這裡全部都是英文 其實你可以將它的語言 改了它 你把它改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叫做language 是英文 你按了它 當你按了它之後 你可以選擇中文的 你看到這裡 你看到這裡就是一個 中文的繁體 你按了它之後 它就可以把整個平板電腦的東西 全部變成中文 變成中文之後 我們回去看看 出去了之後 因為有些這些 程式 下載了下來之後 是英文 不過也不要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它本身的 那部機裡面其他的東西 都是中文來的 就好像說 這個 比方說 我進去裡面 你會看到 它全部已經變成中文 那你變成中文的話 你可以方便看 那如果譬如說 我現在又不想要個中文的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想要個中文呢 你也可以走回 決定裡面 這邊 然後又去回語言那裡 去回語言之後呢 又是一樣 將語言的中文呢 就改回到是英文 當它變成 按了之後呢 它也都會變成全部英文的 變成英文之後呢 我們又回去看看 就可以整部機 就變成英文的 其實每一個語言呢 你都可以變的 那視乎你是喜歡 是 你自己 需求是什麼 那 那 這些就是小小 提示 教給大家 也都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介紹這個 就是可以將個平板電腦呢 就將個語言呢 可以變 那多謝大家收看